本港物业市场在众多不明朗因素的持续影响下,涉及三大辣椒印花税的交投量呈现上升迹象。 根据税务局的最新资料显示,本港上月涉及额外印花税,SSD,买家印花税,BSD,及双倍印花税,DSD,的交投中数共录得1828宗,属九个月以来新高。 不者认为主要反映市场同时受所谓撩底及减绑情况影响,而蜡椒的阻客作用以随时间而减却,政府应适时检讨政策,令二手市场尽快重回正轨。 本港住宅物业市场自年中以来以零星出现减价放售的个案。 据目前观察,情况似乎有增强趋势,相信是由于影响着本地目前正经形势的不明朗因素仍未有减退迹象。 市场上有部分业主对本港未来楼市缺乏信心,尤其部分投资者的态度转趋保守,宁愿缴附税项也希望先行把手头上持有的一些物业资产出售套现。 沽货离场,以求减绑,减低将来可能面临的风险。 另一方面,由于市场上已低于市价放售的物业项目增加,相信也吸引部分想执平货,撈底的买家及投资者承接。 计而于近月短期内刺激涉及纳税的成交量,其实纳税设立当年,在过往楼市十级而上的时期。 政府希望借此透过税项压抑市场上的投资需求。 然而,随时间过去,据不者所见,税项左右人们买卖决定的作用已大为减却,市场已慢慢适应了辣椒,并集以为常,视之为正常交易成本一部分,令辣椒漸漸失去原有功能。 反而其对二手市场功能所产生的不良副作用却依然严重。 故此,不者认为政府或许是时候考虑趁机放宽甚至刺烧辣椒,令二手物业市场供应回复正轨。 释放单位流通量,以让二手市场重新发挥价格调置的重要功能。